大家好,我是皮亞 相信很多人都領教過韓國導演 金基德的情慾電影 金基德能夠在韓國拍戲 我認為絕對是一件幸運的事和幸福的事 因為韓國電檢和觀眾 都傾向開放地接受一些極端 或者是爭議的題材 特別是金基德電影中易於常人的情慾和虐待關係 就更可以名正言順地盡情發洩 亦因為有這麼大的自由和創作空間 令到金基德可以在電影中盡情展現他的獨特作者風格 他最新的作品《聖霜》 就在威尼斯影展獲了最佳電影金師獎 Movie Movie今個月亦會與電影同步放映 《聖霜》因為有太多性愛和暴力的鏡頭 連在韓國上映的時候 都被列為19歲以下禁止入場的電影 可以想像到戲中極受爭議的地方 我不知道這個資料會否提高了大家對這部戲的興趣 還是反過來害怕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聖霜是金基德傾盡全力拍攝之作 這部戲的男主角是一個專門幫人追債的打手 每當遇到債仔沒有能力還錢的時候 他就會幫債仔買一份保險 然後就打到他殘廢 債主就自然可以收回巨額的保證金 因為他是無親無故的單身漢 只有人怕他 他永遠都不會怕任何人 不過有一天忽然間有個女人走出來 說是他媽媽 那麼這個男人就不斷侮辱這個女人 直至接受他為止 但是劇情的高潮就在這裡了 男人不單止接受了女人是他媽媽 而且對媽媽產生了微妙的感情 Movie Movie這次播映的金基德電影回顧 還包括了用四季來講聖聚的春夏秋冬 贏了威尼斯影展最佳導演獎的錦官樂園 以及有日本演員小田徹仰主演 關於夢境和現實悲劇的悲夢 希臘悲劇裡面最為人熟悉的就是伊底帕斯王 伊底帕斯他一出生就會有一個宿命 而宿命就是他會殺了他爸爸 娶了他媽媽 這個宿命就真的很不簡單 而從伊底帕斯王發展出來的精神分析 就是一種叫做戀母情義傑 聖傷又和戀母情義傑有什麼關係呢 而金基德又想透過這部戲 講一個怎樣的情與欲 愛與罪的故事呢 將宗教 哲理 人性和情欲共野一路 就成為了一部十九歲以下禁止入場 但又贏了最佳電影的聖傷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